夜深人静 人群聚集 监控镜头记录残聚蛮 拖到马路中街后 总结仍然朝他身上梯 当时那种年轻娃就躺在地上 身影没有站起来 青年学者回乡前夜 惨遭恨货 交通意外还是故意杀人 马上都要回家了 这种恶心到家 到家 这种事一直到家 这人都傻了 不是他那是马路他那样 或者是个救护作斗 凌晨现场本期节目 车轮下的悲剧即将播出 2011年6月26日凌晨2点 本应夜深人静的湖北恩施市街头 人群突然向这个路口聚集 过了一会儿 还开来了一辆救护车 发生了什么事呢 几分钟之后 救护车离开了 但是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 半夜深人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让人们如此不安呢 那可不然马上儿子都走 我们还有三天两天都回家了 他打完票了 马上都回家了 谁知道 这个恶心到家 到家 这个事一直到家 人都傻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还要从几分钟之前说起 这个监控镜头 忠实地记录了一起 骇人亲吻的摊案 一辆越野车突然猛地拐到一辆出租车前面 一群小伙子朝出租车跑了过去 出租车里两男两女四位乘客偷遭恨货 出租车里的两男两女 是湖北民族学院的一年级学生 都是刚刚离开父母的照顾 千里求学的大小孩 让他们感到无比惊苦的是 和他们一起乘车的同学郭宇 被人打倒在地之后 一辆黑色小汽车 从郭宇身上直接开了过去 郭宇在雪坡中命丧当场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 我都看着这满路地车里 你看这都是孩子的脑子流离血 这肯定是 这都是一片血迹的脑子 这出的车都在这地方停着 这好像这个脑子 孩子脑子这么鞋 他全躺在这里 这是一盘血 这种血迹 这种血迹 平过现在都 还看着有血迹 人命大案震动了平静的校园 人们想不通 究竟是什么人会如此残暴 殴打被害人之后 还要开车碾压至死 四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为何会在凌晨两点遭遇夺命歹徒 被害人郭宇又是因何而死呢 没有孩子我们大人还有什么奔头啊 是不是 开庭 现在开庭 传被告人 到庭 七名被告人 董洁 何磊 秦旭红 廖金国 向嘉伦 黄浦胜 赵立华 都是恩师市周边的农民 在城里的一家娱乐场所 看场子 咒服夜出的生活 本来和校园学子没有花隔 他们 为什么要在半夜三经 追打四名大学生 还要用那么残忍的手段 置人于死地呢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出 本院受理后 请依法查明 案发当晚 已经放手下的 湖北民族学院 一年级大学生郭雪 和三位同学 准备连夜排队 买火车票 为北方老家 在这个排档 吃完宵夜 乘出租车离开时 和董洁 何磊 秦旭红等人 发生了纠纷 起诉出指控 何磊 董洁 分别驾驶两辆小汽车 沿路狂追 乘车离开的 郭宇四人 在恩施州正邪路口 拦截出租车 将坐在不驾驶位置上的 郭宇 拽下车 拳打脚踢 致其倒地 在何磊等人上车后 被告人 董洁 驾驶汽车 从郭宇身上 碾压而过 郭宇 当场死亡 七被告人 扬长已去 公诉机关指控 董洁 何磊等七被告人 涉嫌寻衅滋事罪 董洁 涉嫌故意杀人罪 董洁等七名被告人 和四位大学生之间的纠纷 因何而起 什么样的纠纷 竟然让董洁 残忍的杀害 过云呢 法警将被告人 带下法庭候审 法庭调查 七名被告人里 最年轻 而且没有前科的 是被告人 廖立华 十九岁 他能不能如实 供述七被告人 为什么殴打被害人 董洁 为什么用残忍手段 杀害被害人呢 被告人廖立华 你在公安机关和检查机关 一共做了五次贡数 是否属实 是 2011年6月26日凌晨 你与董洁 何磊 秦旭洪等人 在哪里宵夜 秦娘也是 宵夜结束后 你们是如何离开的 坐车 坐什么车 一共几两两 你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为什么要辱骂 前面被害人 郭瑜等人啊 他们车子前面 没走嘛 没走 打到你们的道是吧 是 你们因为出租车站到 堵住你们车辆的前行 而催促辱骂了郭瑜等人 而其搭乘的出租车引移开后 你们如何追逐南街逼停的 你们为什么要追上他们 他骂了我们 你追上过后 你们准备干什么 问一下 因为对方的人骂了你们 你们才追上 你们能否确定是哪一个人骂了你们 认识了没有 就是那个 副驾驶坐在副 出租车副驾驶的那个人 我是七集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警审现场 董洁等七名被告人吃完宵夜 驾车离开时 前面有一辆出租车正在上下乘客 董洁他们认为挡了自己的路 于是就对其破口打骂 听到他们骂人的声音 被害人郭瑜发了几句牢骚 董洁等人认为这是在挑衅 于是惨案就这样发生了 董洁等七名被告人 为什么这么霸道 吵几句嘴就要取人性命 和他们发声口诀的郭瑜 平日里又是一个逞强斗狠的人吗 那孩子说实在来的 精子到读书学习 说实在来的 不是说特别 身体特别壮 特别广 我们不是那么个孩子 在我眼里的郭瑜 是一个非常好的 今天我儿子 21岁的生日 我在家买的香花 买的蛋糕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 给孩子过的生日 虽然家里的长辈和同学 都认可郭瑜平日的为人 但是被董洁等人无端辱骂之后 郭瑜还是发了几句牢骚 董洁一方 难道仅凭几句牢骚话 就要穷追猛打被害人吗 郭瑜乘坐了那个弟子 走了以后 是谁先提出来 要自己追的 这个问题我完全知道 你们追上那个弟子车以后 是谁先下车 我 谁开的那个弟子的门 就是把那个郭瑜从车上 不是打了以后 拿下来了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 这个没看清楚 你最先下车 为什么没看清楚 他们下来 然后把我挤到后面去了 很迷糊的 那时候 你们哪些人下车 对被害人郭瑜进行了殴打 都下车的 哪些人 你说名字 山家人 黄磊 廖金国 黄普胜 陈锡红 还有 还有我 还有你 打了他身体的哪些部位 背上 脚上 一起我也没看清楚 除了被害人郭瑜 但是你们还打了 其他人没有 别人我不知道 我没打 你在你前面的五次供述中 称董洁参与的殴打郭瑜 他是如何殴打的 我看到他下车了 他打了没有 没看清楚 你们离开的时候 被害人郭瑜是个什么状态啊 还是坦着的吧 坦在什么地方 马路中间 廖地华 我是董洁的辩护人 有这个问题问你啊 你供说啊 在青江夜市 萧夜市 在桌子上的男的 差不多每个人都喝了 两瓶二锅头的白酒 是二两五小瓶装的二锅头 是这样的吧 是 你也喝了两瓶二锅头白酒 对 总结喝了酒没有 喝了 喝了多少 比我们还多一点 你平时喝总结 吃饭多吗 多 他的酒量 平时不喝酒的 你认为当时总结 有没有喝醉酒 喝醉了 你刚才这个 回答这个 这个社会人的 问话的时候 你说他当时喝醉了 总结当时喝醉了 他当时是一个什么状态 还没走的时候 就是在宵夜的时候 喝完酒 我们还没有走 然后他到厕所 已经吐了一次 开车是谁开回来的 不知道 也就是说 总结喝酒以后 回来的时候开车病 这个我不清楚 我们先 我们先走 起诉书指控 董捷驾车故意杀人 辩护人却认为 只是一起酒后驾驶的 意外事故 事实究竟是什么呢 廖丽华当庭翻供 其他六名被告人 能不能如实供述呢 他是被告人 黄浦胜 19岁 你们当时为什么要 那个追逐前面那辆 出自车啊 没有决定 我不清楚 你为什么不清楚 你们都是一车的人 我最后没有 我喝醉的 那你喝醉了 为什么他们把他逼停了 下来打人的时候 你还知道跟下来打人啊 我喝醉了 我也往前打 我找不到我打他 我当时喝醉 那你到底参与打人没有 我当时喝醉了 我也往前 可能打了就 到底打没有 起到的 可能打了 可能打了 是吧 因为监控 监控会 你们当时除了郭宇 你们还打了 其他人没有 我没打 你没打 别人 你看见别人谁打了没有 没有 董捷当时 你们打人的时候 董捷在干什么 我没看到他 我找不到他 你没看到他 我扯了 谁走 那你还记不记得 你们打完被害人过后 他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记不清楚了 但是现场关线情况怎么样 是关什么 不打好 有 这是现场三辆车的分布情况 被打之后 郭宇倒在这里 公诉人讯问现场关线情况 其实是想了解 董捷开车离开时 能不能看清 躺在地上的郭宇 如果能看清楚郭宇 还开车碾压 就证明董捷有杀人的故意 那么倒在地上 已经没有还手能力的郭宇 究竟有没有被向前开车的董捷看到呢 第二个受审的被告人 黄浦胜辩解 自己喝醉了 什么也记不清 其实和廖丽华一样 也当庭翻供 那么谁能说清楚 为什么末路相逢的几句口诀 竟然最终演变成人命大案呢 他是被告人向嘉伦 22岁 被告人向嘉伦 当时你听到有人骂你们没有 没听到 不能确定 你们所打的那个人 骂没骂你 我在后面上车没听见 你们除了打郭宇还打了 其他人没有 没有 没有 是你没有还是都没有 我没有 其他人打了 你看 你看清楚没有 当时没看清楚 就在那儿起座书上我看清楚 董捷当时在干什么 他好像在后面车上的 下车没有 好像是下车的 他参与打人没有 没有 法庭调查 三名被告人都不知道董捷驾车碾压被害人郭宇的确切原因 只是确认他们把郭宇打倒在路中间就离开了 莫非被拳打脚踢倒在地上的郭宇做了什么事情激怒董捷招致杀身大火 驾驶越野车强行超车拦截郭宇等人的是被告人何磊 他知不知道郭宇遇害的确切原因呢 被告人何磊23岁 故意伤害罪缓刑期间 被告人何磊起座书指控的事实经过 有没有意见 有 对那个出租车当我们倒 但是上面其实是意味 但是事实是 客观上出租车确实打得到 而不是提出手上认为党的 这是第一 再就是对我们对国际的辱骂 什么也是写的意味 认为提出手讲 被告人何磊等人认为郭宇骂了你们 事实上呢 事实上是 他是确实骂我们 你并没有听到 是吧 你们打人的时候董捷在干什么 他向下车倒 他下车没有 下车要 他参与打了没有 他参与打没打过 但是我们不认 被告人何磊 请问你们在猎豹车上 看到董捷开车压人了吗 没有 那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所以总共联系归宫监林 已有供述 无法说明董捷和郭宇之间 发生过特别的恩怨 你们打人的时候董捷在干什么 他好像在后面车上了 惨死在车轮下的大学生 究竟死于交通意外 还是故意杀人 评审现场本期节目 车轮下的悲剧正在作用 何内供述 是廖金国告诉自己董捷开车压人 那么廖金国是不是亲眼目睹了郭宇 因何遇害 被告人叫金国 三十一岁 当晚你们哪些人参与打人 打人的话 我们那个是 当天晚上九活九活的 九活的 你就说哪些人打了的 打了的 打的局限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打了没有 我没打 其他人打了没有 你不知道 没有 董捷开车压人的时候 你看见了吗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最后董捷压人呢 最后 回去以后 那个 江红椒给我见的 江红椒是董捷在娱乐城的同事 案发时 坐在董捷所驾驶车辆的副驾时期 但是有哪些人在场 有江红椒和董捷 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说 好像从那个人身上压过去了 谁告诉你的 那个江红椒 董捷怎么说的 我我问董捷 我问董捷 他说 也好像是从 他身上压过去的 但是他救护的 搞不清楚 当时被告人 秦旭红 一直在出租车后门附近 距离躺在地上的锅雨最近 秦旭红 是不是知道董捷 为什么要开车碾压被害人呢 被告人秦旭红 19岁 犯盗窃罪 抢劫罪 刑满释放一个月 董捷当时在哥们的 但是我没看到他 之前审理的何磊 秦旭红等六名被告人 对于董捷 故意杀人的罪行 不是说 没有看到 就是说不清楚 或者仅仅听说而已 那么董捷和被害人 郭宇之间 究竟有什么冤仇 七个被告人 殴打他人 为什么 就是董捷 最终犯下杀人罪行呢 法庭 即将审理被告人 董捷 他又会 如何辩解呢 被害人 郭宇 就是被这辆车 掩压身亡 可以看出 这辆车 像是跳进了画面 这辆车的驾驶员 就是被告人 董捷 25岁 故意伤害罪 缓刑期间 被告人等结 你对起诉书 指控你 犯故意杀人罪 也就是开车 将这个 本案被害人 郭宇 压死 以及犯寻刑滋事罪 也就是参与 殴打郭宇 这两件事实 有什么意见 那个人 是我开始 是把他压死的 但是我不是 但是我不是 故意把他压死的 还有寻刑滋事 这个是 那天晚上我也搞不清楚了 我要 我要看他监控 才晓得 我到去打不打那个人 也就是说 这个因为当天你 我 救火最大 你们是什么时间离开的 宵夜过后 寄不 寄不着 如何离开的 怎么离开的 那么走的我也 也寄不着 你是打车离开的 自己开车离开的 走路离开的 这都记不清楚了 反正我当时 那么走的我寄不着 我只 那个车子穿梭 开启走 车子是你开启的 嗯 那不就 那不就开车 自己开车离开的吗 你能不能把车开着 他自己走 你是否有驾照啊 有 什么时候取得驾照的 你知不知道喝酒了 不能开车啊 走 董金宁愿承认醉酒驾驶 不承认故意杀人的指控 他如何证明 自己说的是事实呢 你中处你走的时候在周震仙门口 你停车了没有 我只记得我停他一次 你当时为什么要停车 酒后对他不舒服 不舒服 你下车没有 好像下他的 你看见有人在前面打人没有 没看到 没看见是吧 你车上还有什么人啊 嗯 我好像记得 还有个江 江红椒 江红椒是吧 就是江山 从你们宵夜过后出来 他跟你说过什么话没有 没有 西司书指控 当时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江红椒 曾经提醒董杰被害人郭宇 躺在马路中间 但是董杰置若罔闻 驾驶机车从郭宇身上掩压而过 扬长而去 既然董杰认为 自己和郭宇之间没有激烈矛盾 为什么还要残害郭宇的生命呢 你驾驶的这辆车是自动挡的还是手动挡的 自动挡 自动挡 在操控上你对这车熟不熟悉 还不大熟悉自动挡的车 还不大熟悉 当晚你车上坐的有哪些人 我记得就是江山 江山 那么你驾驶的车辆的过程中有没有播放音乐 有 播放的什么音乐 反正蛮超 我也搞不清楚的 搞不清楚 因为刚才工作人问你为什么停车 你说是酒喝多了 不舒服 就是下车了 那么你在此起步时听到了什么没有 没有啊 没听到有没有人跟你说话 没有 那么在行驶的过程中 你的车速快不快 记不清楚了 你下车后和人什么人交谈过没有 在哪一个一周 就在下车 就在这个凤凰一号下车之后 好像和江山 江山 江山 那些摩子的 是怎么讲的 江山他提醒我 他说我车子压到人的 你是怎么回答的 但是亲自到我一个黑的 我又问他 我说压死他们的 他说 他说找不到 然后我又问他 我说 那个人是不是属于马路山道 他说是的 我说他那边属于马路山没有 我说是不是酒喝多多 他说 他说是背后那边打炸的 那个时候我才晓得有打架的 然后我又问他 我说为莫子是打架 他那边说的我又没听清楚 再我又问他 我说打架 我说我过去打他们的 他说我没有打 说我还过去拿了他们的 但是我 我自己想不起来的 没的影响 我就 我自己 他们走的 我就找不到 面对辩护人 董洁不在 一问三不知 公司人对其进行补充讯问 那你为什么对当时 江洪交下车过后 你跟他的一系列对话 记得那么清楚 问答问答 记得那么清楚 因为当时他提醒我 家子是冷的 我当时黑的 我好像就蛮注意的 你当时将车停在 那个一辆网吧 下面的是吧 那我记不清楚 反正我就是请你来 打开为止 好像在凤凰一号 先前本公司人问你的时候 你说是停在凤凰一号那儿的 我说是停在凤凰一号旁边的 你是这样说的 但是为什么你 这会你为什么 记不清楚了 我说是大概在那个位置 我没说 没说我记不清楚 什么呢 公司人在向被告人 董洁发问的时候 他已经记不清楚了 喝醉酒了 来回避 但是对某些细节 他又记得很清楚 所以说公司人有理由相信 他在回避本案的相关事实 对此公司人 将在接下来的举证环节 提供相关的证据 与证实训用完毕 从刚才的法庭调查来看 董洁等亲民被告人 与受害人郭宇并不相识 那么这起发生在 陌生人之间的争吵 怎么会演变成为人命答案呢 驾车碾压被害人的董洁 究竟是疏忽大意 交通肇事 还是像起诉书所指控的那样 故意杀人害命呢 法庭举证致证 又会有紫洋的证据 揭开这场命案的真相呢 现在继续就刑事部分进行法庭举证 首先由公诉人向法庭举证 下面公诉人向法庭出示 第二组鉴定结论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 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 确认了被害人郭宇的死因 董洁的辩护人认为 法医鉴定书确定了郭宇当场死亡 但是证人证言也说明这是一起无意中造成的交通事故 他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我就回来看到郭宇躺在地上不动了 然后有一个女的 连忙跑过来帮忙做急救 一会救护车过来了 医生来后 就说人已经死了 这也证明了 有一位女性的群众 也有医生对郭宇进行抢救 对郭宇的身体有一定的移动 辩护人认为 警方到来之前 抢救人员对郭宇进行过移动 可以认为尸体的现场位置发生过改变 所以不能仅凭证人证言 就认定董洁是故意碾压致死被害人 法庭调查时 董洁当庭翻供 他在公安机关又是如何供述的呢 问他车子灯关怎么样 他说灯关还好 可以看见公路情况 再就是问他 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是否有能力驾驶机动车 他说我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头脑也清醒 四肢也没有毛病 视力轻力也没问题 再就是你驾车压人时 有感觉到没有 他说我就感觉车身抖动了一下 但是没想到是压人了 主要就是 就是正是今天董洁当庭否认的 他下车没有那个情况 我今天我没错人 我在那里下车 我当庭是在那里下车的 人说救我最大不舒服 在那里下车的 我没有 我没打架的事 我到现在我就想不起来 那天晚上在那里打架 公诉机关读的这个 你在公安机关的口供 是不是真实 董洁并不否认 自己开车碾压被害人郭瑜 但是辩解案发当晚 他明丁大退 酒后驾驶不是故意开车杀人 董洁说的是不是实实呢 公诉人当庭出示的 公安机关现场勘察否论 能不能证实起诉书 对于董洁故意杀人的指控呢 尸体头部与出租车尾平齐 右手距公路难缘是144厘米 尸体头部向路面上 建15x25平凡厘米的雪坡 需要强调的就是 背上人的右手距公路难缘 只有144厘米 所以这个144厘米 是不足以总结驾驶的 东风雪铁和小吊车通过的 被告人等级 对于这个现场勘验检查笔录 有什么意见没有 以及这个现场除 现场照片 我自己也不懂 我自己也不懂 这个当时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的 这个现场 它并不是原始现场 而是变动的现场 被害人郭宇啊 他与各参照物之间的距离 这些数据 也是不是原始现场的数据 而是变动现场的数据 因此这份侦查实验笔录 得出的结论 就不刻法复精确 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医生到现场抢救 和之前有个女的斑满急救 这个是事实 但是并不能证明 他们对郭宇的尸体进行了移动 只能说他们进行了抢救 进行了急救 公诉人接下来出示了 证人江洪娇的证言 江洪娇案发当时 坐在董捷身边附下实习 江洪娇旁观了 事件发展的全过程 他知不知道董捷 为什么要驾车碾压 致死郭宇呢 公诉人江洪娇的证言 简单的宣读一下 倒车往后面走 前面有人 我意思就是在提醒董捷 前面马路上坦的有人 开车过不去 但董捷当时没听我的 也不作声 接着他就启动车子 朝坦在地上 那个人身上脸过去了 在从那个人身上脸过去的时候 我感觉到车子压到什么东西 枕动了一下 于是我就给董捷说 你压到人了 董捷就说 真的呀 问他当时 他 你感觉董捷的神志意识 是否清醒 他说这整个过程 我感觉就是 董捷虽然喝了酒 但他的意识 还是比较清醒的 因为董捷当时 走路 说话 开车 等行为都是比较正常的 董捷的辩护人认为 证人江洪娇的证言 也不能证明董捷具有杀人的故意 他也最好就 他的证言上 有待审查 七名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让人感觉 郭宇被人殴打之后 不幸又死于交通意外 于是我就给董捷说 你压到你来 董捷就说 真的呀 公诉人当时 出示了侦查实验 能否弄清 董捷是否有杀人的故意 庭审现场本期节目 车轮下的悲剧 正在播出 无论是案发现场的勘察记录 还是打人的七被告人 甚至案发时 坐在董捷身边的江洪娇的证言 辩护人都认为 无法确定董捷开车前行时 到底有没有看到 躺在路上的郭宇 究竟怎样才能确定 董捷启动汽车时 看没看到 躺在路面上的郭宇呢 董捷碾压致死被害人的行为 究竟是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 还是起诉书指控的 故意杀人呢 为此 公安机关选用和董捷 相似身形 相同身高的民警 当肇事车的驾驶人 找来案件证人 在相同时段 相同地点 用相同车辆 进行了一次实验 警方通过现场实验 得出结论 支持了公诉人 对于董捷 故意杀人的指控 但是董捷的辩护人 居然又提出了异议 他有什么依据 不认可警方的侦查实验呢 被告人董捷 你对这个实验的提论 记住 有什么意见没有 当然还有一点要说明 就是因为 在正常实验中 坐在驾驶上的警官 警官与 董捷的身高 接近 但是 他们各自的驾驶习惯 当时驾驶车辆的宽通度 都各自的驾驶习惯 宽通度都不一样 尤其是当时的警官 是没有喝酒 并不会醉酒 而董捷是在醉酒状况下 因此 我们也得出这样的结论来 法庭调查和当庭举证 勾勒出案发盗版 发生了什么 得知案件详情 被害人郭宇的亲人们 难以克制悲伤 四代单传的希望 一周破灭 让他们的情绪非常激动 审判长决定临时休庭 法庭依法审理的被害人家属 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被害人郭宇的父母 要求各项赔偿总计46万多元 被告人董捷 你听清楚了没有 等我出来参加工作 就本案的民事赔偿问题 是否同意在法庭的主持上 进行调解 坚决不同意 杀人偿命 我们额外的额外钱 我们会一分不要 我们就是要严惩凶手 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公诉人认为 董捷等七被告人 随意殴打他人 犯有寻衅滋事罪 本案中 何雷等人辱骂他人 他人回骂 即认为没面子 随追逐南捷 并殴打对方 属于典型的耍威风 我和随意殴打他人 情结恶劣这个原因 公诉人认为 被告人董捷犯有 故意杀人罪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中 董捷明知被害人郭宇 躺在道路上 且同车人提醒前面 有人的情况下 仍然开车先行 碾压被害人 知其当场死亡 其故意非法 剥夺他人生命的意图明显 被害人郭宇的父母认为 董捷虽然当庭供述 自己明经大罪 酒后驾车 但是现有证据 足以证明 董捷驾车碾压 郭宇时 思路清晰 具有良好的自控能力 董捷驾车过路口时 知道避让车辆 难道不应该知道 开车时 避让躺在路上的郭宇吗 按刚才录像上所看到 他的开车的速度 我相信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已经回到了凤凰一号的门口 那么当他回到凤凰一号门口的时候 他是相当清醒的 他能够完整的和人去交流 所以我认为他在殴打现场 所说他不清晰 这是不能成立的 董捷的辩护人认为 本案其他六名被告人 当庭都没有供述董捷 参与殴打被害人郭宇 证明董捷和郭宇之间 没有恩怨 不存在杀人动机 董捷在案发之后 他既没有掩藏车辆 也没有洗刷车辆 而是因为最久被送到宾馆的休息 不省人事 对的 就是在被别人告诉之后 已经把别人掩押 并置别人死亡 他才感到害怕并逃跑 所以这个 因此我们认为从他案发之前 案发之中 案发之后的表现行为方式来说 认为为认定他 故意杀害郭宇 我们定局不是很不充足 公署人认为 作案之后 董捷没有马上逃跑 只能说明其胆大妄为 董捷对有可能发生的 过于死亡后果 具有明知性 但没停止 不存在 辩护人称的 他没有杀人的 故意这一点 法庭变连结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顺法规定 当事人在法庭上 还享有最后的陈述权利 被告人董捷 你还有什么最后陈述 跟下法庭提出的 我还是希望要 站在一起 何一天在休庭以后 最后将另行公告 择日宣判 现在休庭 将被告人还押 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 被告人董捷 何磊 秦旭红 廖金国 向嘉伦 黄浦胜 廖丽华 城墙 耍威风 随意辱骂他人 采取极其危险的方式 强拦车辆 不问情有 殴打不特定多人 事后扬长而去的行为 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被告人董捷 在明知车辆 根本无法通过的情况下 不听他人劝阻 依然开车 从受伤 倒在公路中间的 郭宇身上 掩压过去 指郭宇 当场死亡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其行为 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法院判处七被告人 共同赔偿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郭铁军 月秋菊 经济损失 四万六千二百四十六点三零元 被告人 廖丽华 黄浦胜 向嘉伦 犯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零六个月 被告人 廖金国 犯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被告人 秦旭红 犯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被告人何磊 犯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被告人董洁 犯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宣判后 董洁不服判决 提出上诉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维持原判 经最高人民法院 死刑复合 董洁已被执行死刑 漠视他人生命 无视法律威严 面对死刑判决的董洁 可曾想过自己 应有的做人的良知 和对法律的敬畏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琪琪 下期评设现场再见